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葱切葱花 姜切末 大蒜切末四 锅加油烧热 下入葱姜爆香 下入肉片翻炒 将肉片炒至变白五 下入干豆腐翻炒均匀 淋入拌碗水 有高汤放入味道更好 再加入盐 烧开 煮至干豆腐变软溜 下入尖椒 蒜末翻炒均匀 淋入水淀粉勾芡 加热至芡身粘稠 都包裹在干豆腐上即可 关火 盛出装盘即可小贴士 煎焦干豆腐一定要用水淀粉勾芡 这样才能让干豆腐更入味 蒜末最后放做出来的煎焦干豆腐味道更好 不放水 放高汤味道更好 喜欢冬至雪叶的文章 别忘了点赞 收藏 转发呦 也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或者分享您的做法 欢迎关注 冬至雪叶的小厨 每天都会发布原创家常美食的做法